卢尔哈赤是中国人吗 我个人觉得啊 抛开概念的界定去谈问题啊 那就是耍流氓 所以啊 我们还是要先界定概念 什么概念呢 那就是中国 而中国啊 其实最初是一个地理概念 也就是四方之中的意思 后来引申为中原地区 由于中原地区啊 拥有远超周边区域的经济文化和礼乐优势 所以又从地理概念出发 引申出一套文化中心主义的概念 即遵崇中原儒家礼乐文化者为中国 反之则为遗迪 几千年来啊 中原王朝在与周边各族的接触中 凭借着自身的文化优势 将对方逐渐同化 并吸收起养分 不断扩展着中国的概念和文化版图 而那些入驻中原的少数民族 由于认同并践行着儒家的礼乐文化 于是也被中原人民所认同 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之主 当然了 中国的概念并不仅仅止于此 我们今天仍然称呼自己为中国人 自己的祖国是中国 这里的中国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含义 第一指的是作为近代主权国家概念下的中国 第二自然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思了 综上所述 中国意思的概念主要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一种前现代的地理和文化概念 第二一种近代主权国家的概念 第三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我们应该基于哪个概念出发去探讨 努尔哈赤是不是中国人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是基于概念二和概念三来说 努尔哈赤肯定不是中国人 因为努尔哈赤生活的年代是16至17世纪 那个时候即便是在欧洲近代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 都还没有完全形成 更何况是仍处在前现代的东亚地区呢 所以基于这个概念说努尔哈赤是中国人 就和说凯撒是意大利人 汉尼拔是突尼斯人一样可笑 但如果是以概念一作为前提 那么我个人觉得努尔哈赤可以被称为是中国人 而且毫无疑问是中国之主 虽然努尔哈赤至死没能入主中原 但他始终有入主中原之志 也懂得通过重用汉人汉臣 吸收中原王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 而且在努尔哈赤之前 我国的东北地区也早已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 历朝历代也都曾在此设立过一些机密机构 以示管辖 所以按照文化中心主义的中国概念 努尔哈赤当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之主 至于有人说努尔哈赤不是中国人的 我觉得他们是把现代人的观念 也就是概念二和概念三套用到古代了 逻辑自然有问题 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人 他们靠玩这种概念游戏来混淆视听 进而实现其割裂中国历史 挑唆民族分裂的目的 来来 看看